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缅甸的涛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有网友在问我 说是你有几个老婆 一两个网友问 我也感觉 我感觉也是正常的 但是几乎每天都有网友这样问 那我就感到 很奇怪了 为什么网友会说我有 三个老婆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网友看的视频 我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个视频是 这个视频就是缅甸房价暴跌这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在我的所有视频里面 播放量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就 看了一下 有一节就是我录我们家客厅的时候 把我们家的两个保姆录进去了 后面也有我老婆 网友们就会认为 那就是说是你有三个老婆 然后我在这里要跟网友澄清一下 我呢只有一个老婆 她是我们 国内的 然后她是 山西人 另外那两个小女孩呢 就是 是我们家的那个保姆 是照看小孩子的 她并不是我的老婆 所以网友们 一定要记住了 不要误会 我在这里跟网友们说一下 缅甸政府只支持 一夫一妻制 不可以有两个老婆 或者三个老婆 所以网友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是 你在有老婆的情况下 还来缅甸找老婆 那这样是 犯法的 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就有可能 面临这个缅甸政府 政府的这个 制裁啊 有可能要坐牢 所以网友们一定要 记住了啊 当然啊 如果说是你是单身 那你就可以来缅甸找老婆 也可以在缅甸交女朋友啊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就不用担心这个缅甸政府把你怎么样啊 但是网友们也要记住啊 你交的 你交的那个女朋友啊 必须是 成年人啊 必须 年满18岁啊 因为这样才是合法的 如果说是你 交的女朋友没有成年 那就这个就属于犯法了 前一段时间啊 就有我们一个 中国人呢 他就是交来一个缅甸 16岁的小姑娘 结果呢 就是被抓起来了啊 就是判刑了 应该是判了 不知道是两年还是三年啊 所以网友们 也一定要记住了 互相提个醒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